一峰区的发展和相声的传承有着千丝万尺的关系 1902年正是一峰区始建的时候 也正是相声从料地转到园子表演的开始 122年以来相声和一峰区都在保护中发展 在传承中突破 将现代与传统相融合 正是这些传承与发展才让天津更好看更好听 德云社发展的越来越红火 以仗门票价格能达上千 老板郭德纲更是早已赚的盆满钵满 现在他更想追求的是 得到所有人认可与被尊重的幸福感 快过年了 郭德纲和天津文旅一起拍贺岁节目宣传家乡 他一动就要穿了 今天手拉手上 给他护理 这些区别 对啊 来说 不设得有赢二是吧 对 来看看 可恻可恻 冰档 冰档 最近 我上次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上次 可以 我上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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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上次 我上次 我上次 郭德纲6岁学评书,8岁学相声,16岁时更是拜天津相声演员杨志刚为师,学习了不少传统相声段子。 虽然相声学习得不错,但那时正面临相声行业不景气时期,在90年代很多相声演员都开始转行了,而此时的郭德纲依旧在行业里奔波。 在天津市,郭德纲认识了胡忠慧,认识不到半年,两人就结婚了,婚后生有一儿子叫郭麒麟,只是那时的郭德纲非常的穷困,婚后茶米油盐,婚姻如礼薄冰,胡忠慧不得已和郭德纲分手了。 郭德纲真的没有说谎,郭德纲成名之后,曾被他提过的这名司机也罕见现身,回忆起了当年往事,那会儿是郭德纲第三次进京,由于没有失诚,他几乎可以说是寸步难行。 为了勉强生存下去,不管多远的演出,郭德纲都会接。 有一次,郭德纲演到了晚上九点多,主办方还没给他结款,加上那会儿已经没有末班车了,郭德纲只能步行回家。 想到路程太远,郭德纲便随手拦下了一辆车子车,说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后,郭德纲又满脸窘迫地说自己没有钱。 听到这话后,司机本来也不以为意,打算顺道烧郭德纲一程,但没想到,郭德纲不想让司机吃亏,又从兜里掏出一块手表,用它来抵车费。 司机胆子太小,担心郭德纲这块表来路不振,为了自己的人事安全,于是选择了聚载,开车便扬长而去。 等郭德纲走到家后,已经是后半夜了,看着天空上的星星,郭德纲止不住地掉眼泪。 当时外界只以为郭德纲这是成名后,故意编造故事诉苦,直到司机大哥出面解释,才知道原来还真有这么一件事。 后来郭德纲成名后,大哥也在某饭店门口见过郭德纲,但他却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。 郭德纲得知后,额空喊话司机大哥。 对于司机大哥的行为,郭德纲表示理解,他也直言自己从来没有恨过对方,反而觉得这是人之常情,甚至他还邀请大哥没事可以来等于社坐一坐,二人还能叙叙旧。 其实对于这段经历,郭德纲早就看开了,因为他所经历的磨难远不止被人拒载这么简单。 结束了,去乎